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葬世紀第27章第27節 他就上前與父親親嘴 他父親一聞他衣服上的香氣 就給他祝福 說我兒的香氣如同耶和華 似福之田地的香氣一樣 我們從今天開始 我們嘗試用這一節的經文 去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講過關於今次我自己的旅程當中 神所給我的認識 一些啟示 而事實上 如我所說和大家分享過 我相信地鏡節目一聽到主日 講到關於27的秘密 右手的秘密 右手的秘密就是講到關於 這個封住的啟示 而當它打開的時候 相對亦有神所賜語和等級數的能力 被打開 這個就是啟熟所講的秘密 亦是吹覺哲所講的秘密 而我相信 你已經聽到27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都希望 我們能夠在這一篇的信息當中 能夠更加多的解釋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們時間上就不許可 我們可以在主日可以做到這件事 因為實際上我們主日的信息 都可以說已經是非常濃縮 看下將很多很重要的題目 盡量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前 盡量在我們被提前 就是我們信仰應該要學的東西 應該要注意的東西 我們能夠多結果子這些特質 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當面對災難的時候 在災難當中 我們當然不成為受害者 但是同樣我們如何祝福人呢 我們預早被人更加知道 我們又如何預備 我們如何用這些聖如僅有的時間 在神的面前 得著神所清許 我們自己在地上 如何用我們的人生 投資在神的天國裏面 所以主日其實我們可以說 填滿了很多更加重要的 和大家分享的大題目 那些細節呢 我覺得有時候 可能我用災罪溪水旁 和大家聆收一下 那你們可以 能夠完成 可以說 災罪溪水旁的真正目的 因為災罪溪水旁 是每一天 我和大家去分享 一些的心得 一些的看法 一些我自己的心境 或者一些的體驗 而我亦相信 絕對相信神 就是每一天都藉著 這些的信息 成為我們教會 或者甚至全世界 一個的預言性的分享 例如今時今日 可能到今天 我分享的時候 和你們聽的時候 相差最少都一個月 但問題是當你們聽的時候 已經 這個世界又不知道 變成怎樣了 對吧 所以變成 在佐佐溪水旁 最主要的目的 其實是和大家 作一個靈收 以靈收當中 引發你去 有兩樣的特質 第一樣就是應有的態度 對神教話語 因為神教話語 是需要我們去 可以說冷靜的思索 在我們充滿理智的情況下 去理解 所以你能夠理解 這個第一個態度 是很重要的 因為實際上 你發覺很多人跌倒 都是因為他在理智下 去聽人事 然後曲解聖經 最後跟著互相猜忌 到最後你看到朋友 都會反目成仇 或者一些人的信仰跌倒 又或者甚至在驕傲 或者混亂當中 作出很嚴重的錯誤決定 而去後悔一生 對吧 所以你記得 原來當讀神的話語 應有的態度 永遠我們要記得 我們人生 豈不是得著最多祝福 即在神的話語裡 得著最多祝福 都是我們心平氣和 和沉著冷靜 在充滿理智的情況下 去明白神的話語 而使我們的生命 得以改變 對吧 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靈命 得以餵養 這個就是靈修了 實際上很多人 在靈修當中 他根本是 無論他做多少時間 都沒有用 因為他的態度是錯了 即是 有些人靈修 他根本就是 索性 找一些聖經去強解 或者是強詞奪理 甚至跟人爭吵真理的時候 他們回家 就直接靈修去找經文 這種都不是叫做靈修 因為仍然是那句 當我們強詞奪理的時候 或者我們一個不冷靜的態度下 其實我們很難讓 我們自己靈命得到餵養的 等於你會看到 學校都知道這個原則 我們會靜著你的心 去學校讀書 在學校讀書的時候 不會准許你去聊天 也不會准許你去玩 玩創心 學校都知道 最造就到 最將一班 可以說無識之士 教育成為一個 充滿教育的民眾 使他們能夠成為 社會的同僚 都是用這種方法 在人最理智情況下 最心平氣和下 直接明白 使他們能夠充實他們 而信仰都是一樣 所以你看到 Jorge 溪水旁 這句說話 都是一個很有限的字眼 就是這個意思 這是第一個 我跟大家去分享 Jorge 溪水旁的理由 就是我持著這個態度 用一個這樣的聲調 和主意是比較不同 像靈修的聲調 讓你們能夠去讀這些 聖經底下 也能夠以這個心境 去理解聖經的真意 去吸收 聖經所給我 是你這種充實的感覺 但是第二 我亦希望 藉著溪水旁 和大家分享這些經文的時候 引發你自己 去再看這些經文的前文後理 能夠再連串的引發 你對這類啟示 去理解的方向 當然有些人可能 他的時間緊迫 就不可能做到 但是問題 如果你是一個領袖 或者甚至是一個全職 如果你還說沒有時間做到的話 很明顯 那是絕對一個藉口 所以 在我們來說 無論你是一個初信 平信徒 是一個領袖 甚至是一個全職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應該 藉著我們對聖經的啟迪 最重要就是打開我們的胃口 然後我們嘗試在那個方向去查考 因為有些人以為是靈修 就是漫無目的的 亂揀聖經 想起題目的亂描 聖經其實浩漢到 大多個階段 你可以在裡面迷失 為什麼我會說在裡面迷失呢 這個今晚歷代歷世以來的 拉比和聖經家 他們迷失在整個話語裡的原因 而很可憐的就是 明明那段聖經不是講那個時代的話 那個啟示不是給那個時代的話 就算怎麼看怎麼解釋 他們都不會明白 舉個實際的例子 啟述所說的666 歷史 近十年有近十年的解法 但是一千年前有一千年前的解法 我相信有人能夠想像 一千年前根本不會解釋666 這個歷史 這個印記的意思 因為根本不是給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沒有這樣的明白 這樣的知識 這樣的科技 聖經是很浩漢的 我們一定要按著 神所給我們的啟示 聖靈所給我們的感動 最重要的感動就是 在冷靜當中所產生的胃口 屬靈胃口是使得我們能夠 在我們的靈修裡面 一樣得到同樣的充實感 換句話說 我們以冷靜的態度 理智的態度 我們會研讀聖經 它是使得我們的心情 心境 都能夠按著聖經所說的 調整方式 我們慢慢去建立 神的形象 神的性格 但是同樣 原來當我們按著 神所給我們的感動 和胃口 記住 不是跟人咬完一輪 聖經 之後去找聖經 我們就當我們自己靈修 又或者萬無目的 去亂看 就覺得是可以 結果事實上 我們如果沒有前形的根基 又或者甚至不是這個時代 和神所給我們的啟示 我們就算強求的話 我們能不能夠明解得到呢 事實上 你會看到 就好像詩篇一篇對一年 都是近這二十年 才打開的啟示 一百年前 就算你怎樣看詩篇 你都沒有理解 因為 事實上還未到一九零零年 所以聖經裡面有極之多的啟示 都是聖靈去感動我們 感動教會 整個時代的大方向 然後並且還要在過程中 打開我們的胃口 而讓我們自己靈修 這就是災在溪水旁的其中一個目的 就是能夠打開大家的胃口 然後當你想向這個方向靈修的時候 你可以讀一些我跟大家分享的經文 以一個更加鮮明的概念去理解它 創世紀第27章第27節 他就上前與父親親嘴 他父親一聞他衣服上的香氣 就給他祝福說我兒的香氣 和耶和華賜福之田地的香氣一樣 你奉獻在世的日子 奉獻在世的日子 每日行事上後晚你 並按著你心意 以我心裡心知 萬有上帝你是我生命所以 我願同服並隨著你的自然 與世度過於下日子 求明白你的心意 每刻知道你心裡所思 完全幸福的自然 總是做錯誌我願嘗試 是否每身感充滿意義 立定之香風跑到永生 以我沒計走多遠 一生要合你心意 我愛你 可以生命 當時你愛你 全靠它 我愛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